这也是来自生活 来自整事的 当时啊 我为什么先 在农村里 农民就把我拦住了 说老杨啊 你到了北京去 问问我的儿子 还能知道 他的爹也不知道呢 他忘了崩了 他妈也有病 我也有病 一个钱也不给钱 两方行也不来 忘了老子了 他是他妈的石头缝 也崩出来的嘛 什么关键啊 解放初期 儿子不管老子的事 时有发生 农民的儿子进城当了干部 有的就忘了本了 据说当时忘本的干部 有123万人 占全国干部的39% 忘本的儿子很多 杨润申想写个剧本 管一管 他一个月的工资很高 家庭很困难呢 他不管了呢 你去你管一管 我说我管一管 他眼光不叫敏锐 看 看着 刚进城的一些老干部 变坏了 他就写了这么个剧本 就说儿子进了城了 把老子忘了 剧本写出来了 从上到下 从里到外 从开始到结尾 大家都说好 苏联一个电影专家 说弹琴棋好了 法国有一个电影权威 说好来 倒是承认好了 宝贝行看见了 这个弹琴棋几本以后啊 我接触了木树的心 三四连贼的 农民看了 高兴得很了 说可说了 替大家说的话了 坐上了沙发 就是忘了石头了 做惯了这种做 忘记了做惯了石头 坐上了沙发 就是忘了石头 农民出身当了大干部的 刘情山张子善 贪污腐败被枪决了 解放前 他们都是有功之臣 解放后 他们吸白粉 打马飞嫖计 刘情山说 老子拼死拼命打江山 享受点算什么 两人被处决后 中央指示 各新闻媒体要大张旗鼓 宣传报道 以警示人 说刘情山张子啥都是直来火吗 刘情山都是直来火吗 说写的还不够 谈情记并没有直接写到那么牟动那么激烈 但是呢 已经逐渠到这个腹背了 那年这个影片体裁计划 体裁规划 李子就弹了这个谈情记 他听了这个 说这个最好 这个最好 这个最好 这个剧本 好好好 那时候心想说 沙涂都说好 那肯定没有问题 议会也通过了 厂里也通过了 来吧 拍 剧本写出来了 电影要开拍了 预备 开始 说了半天 咱们这个电影叫什么名啊 我这应该冲击一个电影吧 你说这么热呢 你连这部电影是什么你都不知道 记住啊 这部影片叫探亲记 第一次一出来 第二次一看 探亲记 我就坐在那里看了 看我就哭了 一边看一边哭 家一说 荣生啊 你别哭 你别哭 我说 我没办法 我就哭 我始终 我没有自上 显过自杀 不是像一次自杀 在回忆这部电影的时候 老人一共用了12个哭字 提到过两次自杀 但老人编剧的这部电影 明明是一部喜剧 我的天哪 你这是抹了多少油啊你 是多了点啊 导演说了 这是喜剧 得夸张点 你说我运气好 好不好 我从小啊 就喜欢喜剧 这回到电影厂工作了 一上手 就是个喜剧 要说人家是顺啊 喝凉水都涨标 四天就写出来 写出来一看号 又给了一遍 赏福四天 一下就看上了 看上了以后 确实都说好了 这很好啊 当时想拍啊 五六年拍 准备好了 桑夫当然准备好了 为了当导演 他先当了官 叫我到制片处当副处长 哎 当时我一听这个我才 我心得高兴 我心得高兴 为什么呀 桑夫 制片处的副处长啊 哦 我每次找他批报告啊 问这个 问那个 哎 没有他不问的 你以为他白问呢 我们都说了 那叫偷师学艺 哦 你想啊 各部门都去 谁去问谁 谁去问谁 这本事啊 全学到手了 送来生东西要你批 你批 你不了解你怎么批啊 把科长找来 把那个技师找来 给摄影师聊聊 这个片比怎么样啊 你这个镜头 哪种机器好 哪种机器不好 哦 全都明白了 我心想 我这个 给我做导演的 做个准备工作 还是为了拍电影 桑夫不当官了 当导演 他觉得当导演 比当官难 这一定不是幽默 我在电影界 太需要人了 电影界开始 没有什么人啊 他说你 你不当副导演 你一下干导演 哪能干得了啊 是不是啊 害怕把探亲记 干砸了 桑夫找来了这个人 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喜剧 咱这部戏 说是两个导演 两个 两个新手 一个谢天 一个桑夫 谢天也算新手 演电影算是老手 这拍电影 它就是新手 这刚从那个导演 培训包出来 老大哥培养的 考试的时候 是护能进去的 护了 是这样的 桑夫和谢天是同学 当时桑夫34岁 谢天42岁 不必当学生的他们 成了导演班里 最老的学生 要拍好电影 桑夫得找个年纪大的 又喜欢喜剧的人 一块干 年龄大的就是我 谢天年龄最大 五六年毕业 我给谢天回背影 开始拍第一部戏 探亲戏 好 怕一个人不够 不够胆大啊 这两个人壮胆啊 结果这拍探亲戏 这一块真碰上是吧 桑夫也跟得懂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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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跟得懂 哼 哼 在背影唱 种点皮套 桑夫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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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很惨 你看刚提到喜悲 悲就来了 先不管 先说电影的内容 电影里菩萨爷 要去城里看儿子 十八年没见 儿子在北京当副局长了 我说啊 会不会把你这老东西 给忘了啊 滚底的 算我白说 算我没说 魏和灵眼父亲吗 当时又中国电影上 就有一个哼大了 薄刀来 去看儿子 菩萨爷带了一根鞭子 这是儿子参军使留下的 欢乐的海洋成了电影的开场 这个戏很欢快 每天 因为有的时候住在石山林 有的时候是去石山林 在路上是 有说有笑 谢天又爱讲笑话 那非常活跃 所以这个戏特别 真是没有什么变名都没有 没错 拍电影的和演电影的人都在笑 笑声过后总有歌声 看起来这就是一部欢快的电影 这是石乐蒙第一次为电影作曲 歌曲采用五声公调式结构 歌声充满了欢快 歌词是两个导演一起写的 因为喜欢做欢快的事 歌声过后 你看菩萨爷找到三儿的单位了 马上可以见到儿子了 小姐 找田户局长 田户局长他不在 田户局长他不在 田户上的爱都在讲 好 三儿这孩子怎么到现在 也没张罗上一个对象 他结婚了 孩子都挺大了 儿子没尽找 先见见儿媳妇也行 爹 您看您是住在家里啊 还是住住在所呢 住在所倒是也挺方便的 那我先上班去了 儿媳妇很忙 行 那先看看孙子吧 小姐上一位转了 待会儿他回来 我马上带他来看爷爷 这是第一个晚上 这是第二个晚上 回来怎么办 那你不回来又怎么办呢 我是说呀 他万一要是常住下来 那怎么办呢 这是第三天 菩萨爷把回家的火车票 买好了 火车票都买好了 今儿下午就 不出了 菩萨爷能和儿子见上面吗 这是个问题 杨润申总是希望 他们能见上面 他想要菩萨爷 见见这六亲不认的儿子 让六亲不认的儿子 见经这根鞭子 就是说儿子进了城了 他老子忘了 他老子来探亲了 发生了好多事情 只知道王崩 王进了农民 脱离了冲 这种想象就不能用心了冲人 好了好了 事情说到这儿 我们又得从头说起 得说说另外一版探亲记了 一开始探亲记是这么拍的 哇 那个辣椒做豆腐点 做豆腐点 好 当年呀 这部片子是反腐败题材的 应该算是最早的反腐败电影了吧 菩萨爷的儿子田三 一进城当上尬母 就开始六亲不认了 所以影片的一开始 菩萨爷显得不太高兴 你忘记了 咱们山上的水 天里的土 你忘记了 咱们村里的人 张萨以前是钢铁战士 这次他扮演的却是三 好戏又来了 菩萨爷带着鞭子找他来了 老大爷 您干什么啊 你是找谁啊 找田副局长啊 你跟我们田副局长 是什么关系啊 他爹 你怎么又逗什么 谁逗的 我就是他爹嘛 没听说 我们田副局长有爹呀 现在我们看到的 传达室的这场戏 味道可淡多了 最早的剧本到这儿 矛盾冲突就开始了 说明不是一个人编制 干什么呢 说你呢 您干什么呀你呢 这是禁地呀 什么进不进去的 这是机关 懂吗 星雅为一不快变 京城以后 为什么对这弄远的大强蛋 我们的首长特别忙 普通老百姓他不接见 普通的老百姓他不接见 是啊 那要是他亲爹来了 他也不接见 你可别糟蹋我们首长了啊 我跟了我们首长三年了 从来没听说他有什么爹 真有这种事 你怎么这么啰嗦啊 好 那我到里边喝口水总行吧 那还要再登记吗 需要登记 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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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萨爷也很苦闷 看不到儿子 儿媳妇倒是看到了 这菩萨爷啊 马上就要见到自己儿媳妇了 原来的剧本里 是这么描写这个女人的 港式的皮鞋 后跟高 港式的裤子 没着脚 港式的衣衫 卡着腰 港式的头发 乱七八糕 试拍 预备 预备 开始 来 好孩子 爷爷 喂喂喂喂你 这是核桃 来 这是大枣 哎 哎 吃饭 谢谢你找爷爷 哎呀 好好好 哎呀 哎呦 儿子 你这吃什么东西呢 啊 你快吐了 放下放下放下 你是谁呀 啊 你给他吃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东西拿灰蒙羊洗过了没有啊 走 快走 这么够气 来城里看儿子 看出来这样的结局 连最能睡觉的人都睡不着觉 你像我一个人 跟你老子那么年糊糊的 一化妆他就睡觉 等睡着了醒了妆也化完了 魏和灵来找他 两人在屋里看到钟啊 闹表什么的那场戏 那是在魂那里拍的 菩萨爷能见到自己的儿子吗 当然 喜欢喜剧的导演们会让他们见面 见面的方式实在特别 菩萨爷马上就要见到自己的儿子 田三 田副局长了 这可是影片的重场戏 原来的剧本啊 写得可真挺狠的 实拍 预备 开始 老瞻啊 你这个鬼东西啊 听我通知你一下啊 我弄了几瓶好酒 明天上午来一趟吧 带上你那个三八式 跳他一个痛快 现在可不是战争年代了 我们需要娱乐 不要说争取啊 一定来 好 就这样 老乡 听你的口音很熟悉啊 哪里人呢 在家里干什么呀 种地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不错 家里几口人呢 原来啊 有过一个儿子 儿子在干什么呀 在外面混饭吃呢 那他给家里寄钱吧 寄钱 人家忙 一年呐 连封信都看不着 杨润申的原始剧本 是这样写的 菩萨爷说 他已经把他的老子也给忘掉了 田副局长回答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连他爹呀 都不认识了 哼 太不像话了 在看电影 电影里菩萨爷也要和儿子见面了 我想三儿 他大概是不会回来看我了 爹 妈不回来了 看 这个人是谁 这是导演桑夫 电影要结尾了他漏面 导演跑到前台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爷 麻烦你 给我导演一首 好 谢谢大爷啊 局长 你还有什么吩咐啊 没有了 大爷 那 我要走了 好 谢谢你大爷啊 谢谢 谢谢 我走了 拍完了这组喜剧 整部喜剧快要结尾了 没想到的是 两个导演都喊出了一个字 停 你看 这位一看着不对劲儿话 赶紧停 赶紧停 停 拍了夏丰之人啊 不让拍了 不让拍了 停了 气氛很紧张 1957年的大众电影 连续三期整版刊载 反右斗争的文章 文章是这样写的 资产阶级右派 利用电影的艺术攻击党 乱用讽刺媳妇的效果 反映真实 直接攻击新社会 探亲记 幸亏没拍完 反右了 反右派了 这看着不对啊 这社会上不对劲啊 骂 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啊 什么 好 这剧本不正 那么说共产党六亲不认啊 你写的是背景的一个机章 忘记了弄名 这还了得吗 导演发愁了喜剧停拍了 这已经花了场了十几万了 这怎么能 这没法交代了 这是 说咱俩们拍头部戏 你还就弄着这个 你要再拍什么 肯定当右派 没说的 不拍不拍 十几万怎么个交代 说那桑布给卸摊都拍得不起 没拍完呢 那弄十几万块钱没了 十几万的巨款没了 几十块钱的月工资 都保不住了 一般的骗子都是二十万 三十万就行了 厂长一天跟我说 说老桑这骗子看下 你几月份你得给我完成 不完成 那些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拍也不行 不拍也不行 只有改 不让拍 不让拍了就让我来改 我就哭了 我不愿意改 我不愿意改 我说这是真实的故事 为什么要改呢 没有这个磨蹈吗 嘉义说容生啊 你别哭 你别哭 我说我没办法 我就哭 那时候我的副导演 是陈胖谦嘛 三个人没事一块儿 熊聊一天熊聊 熊聊聊聊聊聊聊 就聊成现在 拍这个探亲戚这个样 就是让他儿子死了 他的亲儿子死了 他的战友 顶替他儿子来养活这个 老人 这个老人在家的时候 每个月都接到钱 可这儿子就不回来看他 后来说 改吧 改吧 花了这么多钱 相处他们说 些天花了这么多钱 怎么行呢 无可奈何的修改 往往很悲壮 探亲记的改动 不只是悲壮 就这样 三儿必须得死 站也活着 展览会必须剪掉 张元出现的 电影拍了三年 后来58年我下放走了 那个戏割了好长时间 他们在六郎庄拍了一些外景 张平牺牲那场戏 那是 那我不在 那天生在那干 后来没办法这儿子回来了 他一看 不是三儿啊 这三儿他给他讲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过去多少年了 我一直瞒着你 这完了一场 我会结束情 改成这样了 是不是 把那个讽刺的题材 跟他转过来 转那么歌颂的题材 两回事了 两回事了 要不我哭你了 我家里哭了八天 结尾的戏导演最后拍 没有演员了 导演桑夫当了战友 就这样 撒尔由反决成了正决 而且还当钢铁战士 改完这片子 看了通过了 又通过了 当然 菩萨爷从家里带来的 这根鞭子终于没有抽下 这根鞭子不是有绿身的 也不是导演的 那时候干导演 两笔账 一个政治账 一个经济账 经济账好办 政治账不好 是吧 你就像碰到看 你就知道什么 当时就是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它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进行创作的 社会主义 阿花花 我说那么留不及 这里有一大能光 这么长期 暖年长 1966年 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探亲记 还是碰上了这个事 就这么一个儿子 牺牲在前前 我们显示是这样的嘛 都是这样批判 四顶帽子 因为我印象最深的是 探亲记是大不错 就后来被批判了 就不太提这部片子 你们干的是什么事 你们看看 你们那是为功能服务吗 弄得这导演都 抬不起头来就 那批得去 该检讨的检讨 该批判的批判 这个作者在天井 把它揪出来 这一句话不由进来 我就变成了反革命了 脚破人山 在天井是批斗的最多的时候 像自杀吗自杀 不是像一次自杀 看亲记很无奈 演员们更无奈 那是就是斗 斗演员 斗演员呢 那就是张婷啊 陈全啊 赵紫月啊 就围的很多的观众 很多的人 那实际上他们来看演员呢 做过张婷和赵紫月他们 他们最愿意听的是什么 说是滚 就是让他们走了 这个是最愿意听这个的 听这个就是说明这个斗的 这一场啊就完了 喜剧的确是喜剧 喜剧的电影 喜剧的故事 喜剧的背后总会有一个漂亮的结尾 这样的结尾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三二 三二 你让我给你保存好这把鞭子 爹没给你丢了 你让我保存好鞭子上的血迹 我也给你保持住了 可 你问我你自个儿 你流过的血 你糟蹋了没有 对了既然是喜剧 这部电影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电影有两组演员 两个剧本 两个美术 两个摄影 两个导演 两个版本 两种结局 今年85岁的杨润申还在写作 写的题材还是凡腐败 他说这次一定只有一个版本 这样的故事真的很传奇 这传奇故事的背后有多少心酸 我们真的不该忘记 这次就是这样 下回再说 请不吝点赞